有的角鑽 今天的牌組就是新的這個角鬥士的牌組 就是移動...我們先塞石頭吧 永恆哥哥 死該牌加二戰力 我們先打個 打個降費 邪惡倫敦 可以直接改場地喔 等一下等一下 要改的話我好像應該先自己用 用一兩輪再開始改 狗狗炸裂 我還是可以改喔 等一下不能改 我在想什麼 OK 這個 還是就賭一把 好像是賭一把 賭一把嗎 賭一把有點喜憨 覺得比較想要打這個 直接開頭喔 左邊 摧毀拿東西 摧毀拿東西 OK 呵呵呵 哇他還是有兩個石啦 等一下 這樣會怎麼互動 呵呵呵 會有一隻在中... 左邊 有一隻在右邊 有一隻在... 中間 喔沒有 OK 喔沒有 OK OK 嗯 啊 阿 這樣有救嗎? 他還要勾他兩張牌出來 狼人應該動不了 okokok 這狗狗其實造成很多麻煩啦 不過他其實也可以放大牌啦 只是他應該是怕 怕我會做憨事 他應該是銀衝 然後也有帶這個的 他其實還蠻強的 問題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的銀衝不會被狗給斷掉 應該打三張嘛 然後反而會很容易把 東西塞到窮頂去 銀衝很容易不小心就被塞到窮頂 給低給低點是約盾海姆 蠻難得起手沒有任何疑費 百熱士 降費先下 Holy 敢打這兩張嗎 好像敢喔 OK 拜託 OK沒事 竟然沒事 這樣我能量超多的 問題是可以Snap嗎 因為他如果有壯壯老的話 會直接炸裂 OK沒有壯壯老 這其實好像還好 他沒格子了 他被我們堆完垃圾沒格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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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怕紅坦克啦 他如果紅坦克一撞我們會直接家破人亡 可是...不是紅坦克就...就沒事 對 就只怕紅坦克而已 剩下牌其實都沒事 這樣感覺紅坦克好像非常強 好像...好像事實也是啦 就是這個跟紅坦克起來蠻厲害的 當然會怕一些譬如說患事 就假設我沒有患事他那個combo就不夠好 第一點是Gamma 實驗室 變成浩克 這是什麼 摧毀抽2 我超愛摧毀抽2 竹竹喔 OK 竹竹還蠻有趣的 複製中心 可以摧毀這張 然後... 給他石頭 這邊我們複製中心想要複製的東西應該是... 黑鷹跟... ROCK SLIDE 或是一些哥布林 我應該不會是哥布林 好... 好啊 尼龍 stretched... 這什麼 這也是摧毀抽2 我想... 欸? 他這下一張是摧毀抽的 他這邊很難放 很多張 好像是這樣嗎 超級變變變 OK 是這樣嗎 哇塞 大群 大群有點恐怖 哇 他跟我同樣排組 OK 那就這個殺過去吧 是嗎 我原來是想打這個跟這個 這個殺過去好了 狼人 56寶貝 所以這樣我應該是贏定了 因為 我的狼人只要跳中間 他應該就受不了 這邊也只有5點戰力喔 所以我只要打這個 然後再打這個 他應該就受不了 好像是欸 好像是 應該是贏了啦 因為狼人跳走之後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讓他 就是再跳回複製中心 跳回來狼人 然後掏 掏上氣出來之類的 適死了 OK 跳過去狼人 平手 呵呵呵 我贏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結果雙方都沒有打黑鷹 他牌組跟我超級像 不過你可以看到 角鬥士其實還是有 一定的價值啦 最後面比他一定要打這張 其實也還不錯 這個beats也 長得太有趣了 1602變體 OK GG 呵呵呵 呵呵 OK我們就 來領一下到90階獎勵 我已經領了 呵呵 我還沒 呵呵呵 給500金塊 我用這副從 80幾%到93 然後牌組大概是長 這副德性 等一下 等一下 呵呵呵 牌組大概是長這樣 那是我自己開發的啦 因為 網路上抄的幾副其實都 感覺不怎麼樣 所以我就自己開發一副牌組 那這一副其實還是主要以黑鷹為基底啦 就是這個 Renslayer黑鷹為基底 然後 基本上是一個比較貴滋滋的東西啦 因為 Renslayer大家 比較少有嘛 然後黑鷹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然後 當然 這又是一張新牌 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新牌 所以 這一副是比較貴啦 不過 對 在接下來 因為接下來會出一些 比較多塞勒色的東西 其實這張是 有機會會起來的 剛好這一副跟塞勒色有點關係 因為兩個哥布林 然後還有這個 黑寡婦 所以 這一副其實還算搭 因為 現在塞勒色的戰力其實還不大夠好 所以就變成說 一定要藉由黑鷹來 或狼人來 推更多戰力 大概是這樣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還有留言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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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